有臭宝问了一个非常浪漫的问题 他说如果说你送给你最爱的人 送花的话 你会送什么花 我觉得我先说的话没有意思 咱先问一位咱们公司所有的小伙伴 如果说让你送给你老婆花 你会送什么花 梅味花 如果说让你送给你 你爱的人送花 你送什么花 茉莉花 茉莉花 为什么 因为喜欢 如果说你要送花给你最爱的人 你会送什么花 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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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绣球吧 有钱花 有钱花 月季花 送玫瑰花 牡丹花 应该是玫瑰吧 如果你送给你最爱的人花 你会送什么花 不知道 我没有想着送人家花 我就自己养我自己心想 当然了 问了一圈下来 我就觉得 我要送给我老婆花的话 就是送给她有钱花 然后再有一个选择的话 就是尽管花 通过这几年的 不站着在努力 是吧 其实女人呀 她不仅仅是需要的 精神上的一个愉悦 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务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贫贱夫妻百事 我们在生活很窘迫的时候 经常吵架 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日子慢慢的 就是物质上稍微宽裕的时候 基本上就很少吵了 对吧 我希望呢 不要总是搞那些 画里胡哨的没用的 你像小灰跟小魏 她两个人呢 就跟我时间比较长 他们就把我吃抢了 一问他们送什么花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 有钱花 对对对对 好了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钱花 尽管花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在一 白了吃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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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